传统上感觉降准就是减少了银行交给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 就是说就会增加银行能够借贷出去的资金 感觉上其实就是利好银行的盈利提升他们的收入 但是看到其实内银又没有什么表现 譬如公行建行都是要逆市向下 就想请教一下你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你觉得内银现水平又是否一个值得吸纳的时机 要去考虑如果针对降准这个消息来看 正常来说内银是属于利好的消息 因为实体经济方面钱的流动是多了 变成了对内银来说傾向上资金会比较充裕一些 相对上放债方面的考虑也会比较弹性 这些消息是倾向利好的 但是不能够忽略就是在6月中的时候 其实外汇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是上调了2% 这上调的2%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令到内银的资金方面 是那段时间比较紧张一点 变成了现在的全面降准 应该要去到星期四或之后 真的看到内银的资金比较充裕一些 那个时间倾向上内银上升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变成了如果你说考虑是 譬如是现在行资表现都相对上低迷 那你又考虑去买一些内银股的时候 可以买一些大质一点的股份 倾向上一些行资成份股 建行、公行、中行其实这些是可以考虑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博希望赚价方面 幅度有机会大一点的时候 变成了就可以考虑一个招行 所以就两手的部署 如果倾向就是又想收息 另外股价表现又想有些东西看下的话 才倾向是考虑建行、公行这些 如果倾向上专注在股价短期的反弹 我自己觉得招行的吸引性会比较高一点 是的 看到昨天譬如说 感觉上就是那个钢传准 就利好银行 但是银行股就没什么表现了